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有互动 特别有一个朋友讲说的 我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朋友说呢 哎 涛哥呢就像咱邻居的大哥哥 那嘚不嘚 嘚不嘚不嘚 你说每天要不听他嘚不一会吧 心里有点失落 所以就得听他嘚吧 但有时候呢 嘚不得呢 我才不太爱听 为什么不太爱听呢 那个涛哥也不是怎么了 是时不长就提法轮功 时不长就提法轮功 这个涛哥 您这么有才 这么能说 这么会嘚巴 你别跟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啊 你法轮功就别提了啊 你不提法轮功 我们会更爱听 我还是说那句话 其实呢 我们换个角度讲 我还是说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事 我大概上大四的时候 快毕业的时候 那个学校的班主任呢 这个系里的这个系主任呢 管学生工作系主任呢 是个女的 大概三十一二岁 现在咱们不知道在哪了 估计发财去了 因为她的这个女的呢 就一直没搞过对象 没结过婚 但是给我们是大四嘛 就给我们讲了一课 讲什么呢 什么叫爱情 说什么叫爱情呢 建立在 那时候你想想 我那个年龄啊 对吧 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正扎门眼 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呢 她说爱情呢 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男女关系 你还记得贼清楚 因为那时候就是人到那个年龄 他自然有那个想法 哎 当时我就挺拽 我就想 不对吧 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男女关系 那哥们我没钱 我这辈子就得打光棍了 那咱没钱啊 那时候涛哥也也很穷的 没钱呢 这家没钱还娶不了媳妇了 你这个就不叫爱情了 没钱的人不能有爱情 别扭不别扭 但是那是正经八百叫德语课里头给我讲的 大家会一块上课讲的 那后来呢 我们就乐又乐在哪儿呢 这个老师没交过男朋友 也没结婚 但他讲爱情 啥意思呢 您都不知道结婚啥样 您都不知道有了男朋友跟没有男朋友之间啥意思 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 但是他讲的不知道的 讲的还有来道去 这就是问题 什么意思呢 法轮功您不了解 结果呢 您非得以为法轮功是这个 是那个 那作为石涛来讲呢 我是这么看的 说实话 法轮功是迄今为止 我个人认为是真正的信仰 他信仰所带来的力量 法轮功里面的人呢 我跟您讲有本事的老了去了 真的 老了去了 我曾经跟接触过很多练功的人 给我的感触就是一点 叫四个字 智者无语 人家呢 不爱张口的 不像涛哥在这 白火蛋 白火蛋 白火 白火 不 人家不说话 人家做了一些动作 比如说他可能有他的媒体呀 有他的说法呀 街上发传单的 他告诉你的是真相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民间有个说法 比如说基督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 那钉他的人 他的国家 他的民族 据说在后来 在信仰 宗教里是这么说的啊 这个在后来承受了很大的苦难 这个苦难就是因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带来的 跟我们佛家讲的善恶有报 是同一个道理 那法轮功在中国这么多年 我印象中被迫害之前 你北京到处都是 紫竹院里头每个周末两三万人 他在不同的地方两三万人 所有北京公园里面 每到周末都有练功的人 双腿一盘 五心朝天的 那练功夫的人都知道 双腿一盘 五心朝天 天地人合一 那自然人就好 有几个现在双腿盘的 你现在看看双腿盘的 只能上庙里看何着 那塑像是双腿盘的 你说那个塑像它是个死的石头 双腿一盘 你看着它 我们进庙里都有一种敬重之感 那这大活人 他能双腿盘 在那一坐 不动魂 你就敢欺负他 他 在我的眼睛里呢 还是那句话 人家叫智者无语 人家到底有多大本事 我跟你说 涛哥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呢 人家没必要跟你显卫 但是人家并没伤害你啊 如果他真是一种信仰和佛家的修炼者 他真的可以修成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你说大家伙在这又不知道 就跟我说的似的 就像我那老师似的 又没交过男朋友 没结过婚 非说婚姻是什么 你们 你不有点 咱们不能说别的啊 我对朋友 咱们一定善待 我不想说别的 你不能这么干 对不对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别凭空下决定 凭空下决定 最后害的是自个儿 人家并没有说什么 而可能 我就像我刚才提到 法轮功的某些做某些形式 讲真相的行为 报纸啊 写文章啊 做电视啊 广播啊 您不一定接受 这个我承认 你可能不一定接受 但是我自己呢 曾经问过我自己这样的问题 但同时给了我一个答案 法轮功的作为 这样的整个的作为 为什么 是因为在中共的历史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迫害者 能够向他们勇敢的把真相告诉周边的人 即使现在的被迫害者 咱说个最典型的例子 刘志军刚给开出党局依法怎么怎么抓捕 那去年的动车事故 去年的动车事故 死了那么多人 去年的动车事故 大家超超半天 今天我想问大家 谁知道真相 谁知道真相 08年 几千万的孩子吃了毒奶粉 我今天问大家 谁知道真相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法轮功的他们的作为最典型 他们要不 要让大家伙知道真相 所有的人要知道真相 所以他们的作为是让我们周边的人 每一个人 这地球上每一个人都知道真相 而他们的作为不是中共体制之下 很多老百姓所认可的 或者说所接受的 或者说所不能够习惯的那种作为相吻合 差距出在这里头 所以我也曾经认为 如果法轮功不讲的话 没有他自己发出声音的话 早没了 早都没了 对吧 今天刘元上去了 刘元他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最后让屎憋死了 毛泽东干的事 以党的名义 说灭谁不是简单的事 现在我们说这节目 一再说八九六四 死了那么多学生 能怎么着呢 我们不是这么在艰辛努力吗 而有多少人早已经淡忘了六四的痕迹呢 而有多少人又站在六四死的死亡的学生的血之上 发财了呢 甚至说不好的呢 所以这就是我提到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法轮功的问题 不知道 别说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例子 女孩子都没有 没交过男朋友 说 婚姻 别说 说就露怯 真的 露了大怯 这是我的劝告 回过头来 今天咱说一下六四 六四呢 大家确实看到了曙光 这种曙光呢 从另外一点呢 应和了温家宝曾经提出的四点的改革要求 在四点改革的说法当中 其中第三条就是平反六四 平反法轮功 加拿大著名的报纸《环球邮报》登了一篇文章 讨论的是六四问题 文章题目叫做 六四铁幕已经裂开 那它列举的事实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跟大家报过了 73岁的老人呢 自杀了 要为自己的儿子呢 名不平 他说 这种以死抗争的做法呢 造成了这个一直沉没了 二十三年的铁幕呢 被撕开 为了配合六四二十三周年 六月四号星期在香港呢 也有一本书出来了 这本书就是陈其同的书 这也跟大家介绍过 那他引述的里面呢 就是陈其同的话呢 我们曾经引述过 就是陈其同讲 如果处理好 不会死人的 那另外在那一天好几百人死了 那作为市长来讲 我觉得很悲痛 这是引述了陈其同的话 我们也分析过 文章也介绍说呢 作为陈其同来讲呢 应该是中共体制内 曾经是最强大的官员之一 但是今天呢 他成为了秋徒 保外就医 从中体会到 中共体制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所以党的旗币呢 不光是我们老百姓的血 也有他们的血 他们的血呢 也同样在这个旗子上 而到底当年六四死多少人呢 在这篇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 北京很久以前曾经宣布 对六四事件的调查结果 宣布当时呢 大概有两百多人死亡 其中包括很多士兵 那而在当时来讲呢 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本身 都估计当天晚上的死亡人数 在两千六百人 甚至更高 甚至更高 而被杀的人主要是贫民 这是大家听到的一个 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 那我自己看到另外的数据呢 说应该不下三千人死亡 那关于八九六四和民主示威本身呢 以及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 在中共的官方媒体当中 一直是被禁止的 学校和课本当中 一直是不允许被讨论的 因此很多中国的年轻人 对1989年六四事件 一无所知 或者仅仅是得到了官方的样本 那紧接着他提到说呢 最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 登了一篇报道 报道一共有18页 是一个深度报道 报道集中讨论是毛泽东 在1950年之后 所犯的错误 主要是大跃进 大跃进造成了上千 大跃进造成了几千万中国人死亡 实际就是一个大饥荒 在这个文章的笔者来看呢 他说这本身是一个信号 也许现今的中共领导人 愿意对中共某些黑暗的历史讨论呢 有所松动 一些人希望 如果这样的讨论 能够持续下去的话 那从66年到76年 杀气腾腾的文革 很可能会得到类似的待遇 以至于到后面的8964事件呢 很可能重新把真相 有机会在民间讨论 那紧接着讲说 为什么这么讲 是因为胡温现在呢 要把整个权力呢 移交给习近平和李克强 而温家报自身呢 一直在高声讨论着 有关改革的问题 而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呢 直接触及到 就是对中共过去 这二三十年里的所作所为呢 进行检讨 而作为习近平来讲呢 文章里特别提到 他的父亲 中共元老习仲勋 在8964之后不久 公开批评 邓小平对8964的天安门广场的镇压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曾经是中共 而曾经是赵紫阳的顾问的吴国光 为陈希同这本书呢 写了前序 在前序当中 他曾经提到 即使陈希同他也承认 有关六四事件 想永远保持沉默 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大致的情况 那有些朋友希望呢 能够把原文看一下 因为原文太长了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这是加拿大的global mail 也就是环球邮报的网站 这是这篇文章的原文的出处 同一时间 中国境内的另外一位著名的文人呢 也非常看好六四很可能被重新评价 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文章讲说 香港媒体报道是这么讲的 著名的国内的经济学家毛雨士说 六四今年之内很可能会得到平反 这说的就非常直接了 刚刚获得今年美国的福利民自由奖的 大陆自由派经济学家毛雨士 对记者曾经这么讲过 很可能今年六四能够得到平反 现在已经听到消息了 温家宝要求给六四平反 这个事这是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的事 很简单 谁平反六四 谁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而且应该看到这一点 你压制平反 老百姓就一定会恨你 会不会呢 我们就走着瞧 时间就过得这么快 会走到哪一步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